雨子乡投射村的活盆地 过去因为是沼泽 加上是零碳土 土质相当柔软 这种的地质在全世界相当少见 因此就有农民保留了一块小土地 让民众体验站在活盆地上面的感受 在防疫期间我们这边有 结合活盆地大概有四五公顷 所以非常空旷 也不用怕会近距离的接触这样 那我们的活盆地呢 今年我们把它上面加了液草席 就让游客可以不用换雨鞋 就可以轻松的很尽情来体验 又不会去破坏这一个泥碳土 因为这投射古日坛福田 这个活盆地已经化为文化资产 所以大家在体验之余 就是能够在上面冲浪 然后草上飞 那又不会去破坏环境 游客也表示来到活盆地体验 不但相当新奇 也可以体验在都市体验不到的事情 欢迎大家前来游玩 第一次来玩这个活盆地 我什么叫做草会动 人在上面当仙女太好玩了 不来会后悔喔 而且不要害怕 不论你是排骨精或者是杨贵妃 通通可以安心地上来跳跳喔 很好玩太酷了 赶快来 在这个活草坪上面跳动的时候 草坪会移动嘛 然后这个感觉就好像是美女来着 因为好像快要昏倒的感觉 当然其实不会昏倒不要担心 非常的安全很好玩 赶快来 县人员小思泉也表示 投射活盆地是相当特别的地方 今年业者也针对设备的部分进行改善 更加辩明 欢迎民众前来体验 投射村的活盆地 具有相当的盛名 很多有过得意到这里来 来参观 同时今年也相当贴心 活盆地又铺设了 黄水薄膜 让我们的旅客 可以亲身下去体验 不用踩得整个鞋子 都脏兮兮的 对我们社区或者 我们管理单位相当用心 也期待大家有空 可以到投射这边 来体验活盆地的感觉 以及欣赏美丽的竞争花 业者也表示 大自然的环境是需要大家共同爱护 欢迎大家前来游玩至于 也要呼吁大家共同爱护环境 记者邱平易 于此采访报道